我們第一個國殊的主角 在新西区的一個八十一歲的阿嬤 這個阿嬤的狀況 簡單說就是老法 貼法 他的腳趾 已經有 怕老困難的問題了 他就一直把他剝住了 所以我們去那時候 他也經常去咬下去 都瘋痠 他的腦袋有在貼法 我們第一招期的時候 他非常沒精神 就是他在那裡 你跟他講 都是他的先生 你回答那些 他就在那裡比較沒什麼精采 輸輸啦 人家精神沒什麼好 第二招過 他的精神就回合了很好了 怕老闆也很舒適 這浪半個月 看到他的精神總共會好 了解起來 他怕老闆也不可以 別做了啦 所以 今天就比較開朗了 對 這樣人家說話都沒辦法進行 然後再來第三招期 這可以說是 每一招期的感覺 可以說都有精神啦 第三招期他就非常的熱情 非常的感謝我 那人氣息非常的好 說話非常有 很獨立 這年出於很燦爛的笑容 最主要他那個熱情 讓你感受到 現在可以坐下來坐下來 坐下來 坐下來 那現在在走完 那怎麼處理出事 有 那就有了嗎 好 這樣 好 請不要坐坐 有啦 坐一下 坐一下 這阿嬤的案子 我是有一點感觸啦 就是說 我們人總是會老嘛 人生總是要會怕完嘛 第一招期的話 我感覺就是 他健康的人生 已經怕得夠了 雖然沒有什麼生命的避險 但是他健康的身體 就要結束了 他好像精神非常不好 好像隨時準備 有可能正義就不會怕了 要到你問床了 甚至他都要人過 都要人扶子 所以他的精神就非常不好 他覺得他的人生 雖然還不要結束 但是 健康已經在要結束了 我感覺就是這樣 經過一個月的福養 他的台度 他的六萬 那是天狼之別 他覺得我們房間又找到健康的人生 他又繼續下去的人生 可以繼續健康 所以我們的這個產品 可以對阿嬤有三成這樣的幫助 我個人也是感到非常欣慰 在我們人生的後半端 希望說 煙燒的 不是太多 血藤鳳焦活力飲 血藤活力飲 全方位健康飲品 我們提供產品 讓您免費體驗 我們是否可以健康 一切都會 我們的腹 一定會 發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